影着霜 你的根紧握 这片土壤 追着浪 我的夜飘过 万里边江 要向往 暗的尽头是 地久天长 当相遇又别离 当相依又远去 我不曾忘记 剑影刀光 划破斑驳的天空 落下的梦 破碎的风中 长风破浪 看千帆恒毒草 天苍海 容装装飞烟 我冰雪难凉 忘了有约一场 会愿你在身旁 不负春光 就算天边笑脸 陪你天涯中间 看阴火落双肩 黄尽陀 广南 不负窝 乌海 也失望 来 不负窝 一年的 温手 一isesti 负 Had 羊 意 何小伟 请 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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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公子 你醒了 公子 你终于醒了 小伟 小伟没事 小伟真的没事 小伟 我看到珍惜君从山上冲下来 定义是救了他 公子好好疗伤 咱们还要回去见校尉呢 来 宝贝 将军 大将军 回来就好 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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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派人送回你营中了 至于你父亲 你既然来了 那一会儿就亲自接走吧 崔大将军心怀大义 李逆感激不尽 秦王 今日秦王既然来到我营中 不如进账一谈 好啊 正有此意 咱们可算是回来了 你也终于见到大将军了 父亲都瘦了 你别担心 刚刚我忘了忘大将军精气神 他定然抗剑无药 小薇 你就放心吧 小薇 你真的不担心啊 担心什么 这可是在咱们崔家大营里 那李逆也不敢把父亲怎么样的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你难道不担心 大将军会对秦王如何吗 你说 大将军把秦王请入帐中 会不会埋伏好了弓箭手 只要等他一进去 他就衰背为号 立刻将他杀了 放心吧 不会的 不会的 小薇 你是相信秦王 还是相信咱们大将军 如此笃定的说不会 这两个人 我都不信 这个簪子 怎么会在秦王的身上 是崔小姐所做 是崔小姐所做 秦王以为 凭借此就可以有恃无恐吗 崔大将军误会了 今日送崔小姐归来 是另有钥匙 要与崔大将军商议 你 秦王恐怕是想借我崔家军之力 收复西长京吧 之前秦王曾写信胁迫于我 今日还亲自送小女回来 想必秦王是觉得 老夫不敢娶秦王的向上人头 但是 两个我都信 你这又是打什么哑咪 我听不懂 你这是招什么急啊 我差点给忘了 是不是那个谢长尔也来了 所以你担心大将军把秦王杀了 连带秦王带的人也一块给杀了 小魏 我跟你说认真的 你就会打去我 大将军 阿爹 吃饭了 来尝尝我给你煮的面条 可香了 阿盈啊 你怎么不问问 秦王去哪儿了 难道阿爹 还会把秦王杀了不成 敢扣我女儿 还敢写信胁迫我 难道不应该杀了他 那阿爹还扣了他两个兄长 还有他父亲 所以你看秦王 只能乖乖地把我送回来了 两相抵过 这样算起来 我阿爹还赚了呢 我正想问你呢 你怎么把你阿娘留给你的簪子 送给秦王了 那是他赢了 我给他的彩头 什么赌约啊 值得你把你阿娘留给你的簪子 做彩头啊 是这样的阿爹 当初在并州的时候呢 那个韩丽翻脸不认人 我跟李逆呢 都是性命危在旦夕 所以我们俩就打了一个赌 谁要是赢了 那另外一个人 就来帮助这个人成功逃脱 输的那个人 就留在并州来做接应 李逆他输了 所以他就帮我先行逃脱 我就把我的簪子 送给他当做彩头了 胡说明明是你赢了 为什么要给他彩头啊 难道 他当时是故意输给你的 阿爹 阿盈 你别被那小子骗了 他要是故意输给你 让你安然脱困 又怎么会让你知道 阿爹 你的阿盈有那么傻吗 那可不好说 突然间犯起糊涂来呢 总之啊 这小子骗了我的女儿 还把你扣在太秦宫里 实在是可恨 对 确实可恨 现在李逆 终于落在我的手里 杀了他 正好结我心头这口恶气 如今东都已经在我 崔家军的掌控之中 收复西长京 这天下就可以太平 你当初出营州 希望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的愿望 就要实现了 阿爹 你要是此时杀了李逆 那天下百姓 就再没有好日子过 你当初在营州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皇室李家昏溃无能 天下唯有能者居之 是 那 当时 这不是不认识李逆吗 阿爹 我跟您说啊 这个李逆呢 她自出劳篮关 能争善战 最难得的是 她没有功利之心 只想平定叛乱 然后就重返边关 她是一个能担大任 却还有一颗慈善悲悯之心的人 这样的人啊 才是战乱之后 最好的君主 要不然 以后无论是谁上位 必定还会天下崩坏 你想来眼高于顶 没想到李逆 竟如此得你亲眼 我已经把她杀了 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我不信 阿爹是不会杀了她的 为什么 因为我了解您啊 就算阿爹再恨她再闹她 也要等咱们 收复了西长经 在过河拆桥 把她杀了 照你这么说 留下秦王 还有几分用处 当然有用 爹 我女儿说了 留着你还有用 就暂且不杀了 你也真是的 打不赢我阿爹 就不会逃嘛 绑成这样 关在箱子里 很舒服啊 倒也不是打不赢 我就是打不赢 但也不能逃啊 我这不还指望 崔大将军 能够助我镇西军 收复西长经吗 原来阿爹是答应秦王 要一起出兵 收复西长经了 多谢阿爹 这回你可放心了 也不催着阿爹用饭了 也不管那面 是不是脱了 好 马上重新 再煮一碗 慢点吃 慢点吃 好吃吗 好吃 真是刚才绳子勒的 没事 过两天就好了 你可真傻 小杖则寿 大杖则走 这么大一个人 被捆得结结实实 窝在箱子里多久了 都怕伤到筋骨嘛 也没多久 就是呢 在你进来之前 大将军跟我说 要一起出兵收复西长经 可以 但他得先把我绑起来 关进箱子里 看看你的意思 如果你想杀我 那就不用等出兵了 他就立刻一刀砍了我脑袋 但如果你想留我一条性命的话呢 他就答应我 一起出兵收复西长经 你就那么有把握 我不想砍你的脑袋啊 也许 我是故意把你骗到崔家军大营里来 好报仇雪恨嘛 毕竟你把我在太秦宫关了那么久 你生气啊 当然生气了 你 你真记仇啊 当然记仇 那你让你阿爹一刀杀了我 也不解恨嘛 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你看 一辈子这么长 要不从今往后 你就天天折磨我 失望我 开心了不开心了都拿我姐妹 我觉得这样才更结恨 你觉得呢 你想得美 我当然想得美 你怎么 你说什么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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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怎么了 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走来走去的 你放心吧 我刚刚已经去看过了 秦王他安然无恙 现在跟校尉一起 在他营帐里用饭那儿 其实 其实不是因为秦王 不是为了秦王 那是怎么了 我 我是怕 我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想之后天天见到我呀 但是 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只好还有打仗 万一我受伤了 或者 反正也没有人会告诉你 也许 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胡说什么呢 不会受伤的 不要瞎说 也是 有你送给我的药 我受伤了也没关系 我 傻子 快吃吧都凉了 行军打仗总是要小心些的 别总想着自己要受伤 真香 慢点儿吃 那位一世千叮万处 让您不可毛泪 我不知道阿英先下安好衣服 你叫我如何等的 可您的伤势还未痊愈 您这样赶路 和自残何异呀 你看看这一路留下的记号 崔家军就在附近了 我今日必须得回营 见到阿英我才能安心 公子 下位杰仁天下 他一定会没事的 好 公子 阿叔 快 阿姨 我真舍不得送 那你要不要留下来 我倒是想 我想带你一起走 只怕你阿爹崔大将军 肯定不会答应 那你是想得太美了 我送你个礼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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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营地到了 那 那不是何校尉吗 阿姨 我要是不在你身边 就让他陪着你 你要是不开心了 打他扔他砸他 打他都可以 这小人跟你确实还挺像的 你要是喜欢 下次我再多做点别的 那你下次 就再做一个小人吧 不然就他一个 实在是太孤单了 来 公子 好 时辰不早了 快走吧 是 小来 不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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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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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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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一开始 秦王 秦王 你该走了 安云 保重 等我 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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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终于不变 安盈 等到天下太平 我定娶你为妻 我要娶你 我要娶你 娶你 公子 咱们回去吧 回哪儿 我已经没有家了 可 可是不回崔家军的话 咱们压根无处可军 无处可去 无路可走 无药可依 我是谁 我不是翠玲 我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无名无限 我顶着翠玲的名字 活了这么多年 我都已经忘记我自己是谁了 为了她 为了阿姨 可是她现在也能去不要我了 我已经把自己活成了她的影子 可是她现在根本就不需要我这个影子 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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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 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是翠玲 她才是翠玲 她哪怕是个女儿家 她才是真诚的翠玲 她才是真诚的翠玲 阿爹 还有阿姨 都不需要我这个影子 一个被主人抛弃的影子 一个没有用的影子 阿姨 阿姨 我们永远永远都不可能 都怪我 都怪我 都怪我身子不好 我怪我不能伤害了你 都怪我身子不好 都怪我 都怪我 阿姨 我求求你 你把我杀了好不好 把我杀了 一个被主人抛弃的银子 就应该去死 就应该去死 我知道有一种虚命之法 据说只要服了接触的神药 哪怕病毒的人也能康复如初 公子 我陪你去找那个神药 我 绝对不能去 崔家军和杰术 有着血海深仇 阿英的娘亲 就是死在杰术人的手里 我是绝对不会去找她们的 公子 你只有活着才能去见校尉 只有活着才能等到 校尉的回心转意 如果有神药 公子你也身子恢复了 也许到那个时候 校尉就会看清凌凌的真面目 校尉就能看到公子 从前对她的一片真心 她就会回心转意了 她 你说得对 我得活着 我活着才能见到阿姨 我活着才能保护她 如果有一天 我身体抗肩 我也能伤阵杀地 她也会喜欢我的 到时候她必然不会喜欢李妮了 阿姨 阿姨 阿姨到时候一定会喜欢我的 阿姨一定会喜欢我的 阿姨一定会喜欢我 阿姨 阿姨 你到时候也会喜欢我 好 夜半风凉 还是回去歇息吧 当初我以为天下莫能敌 还现老矣 翠已有接受千志 如今看起来 真是一招不慎 翠已既夺东都 定会与李逆起纷争 若是杀了梁王伟弟 便会与李逆结成生死大仇 如果他们联手对付我 那我们就决意死战 杀个痛快 我就说 信王率军守着 他绝对守不住 幸好我们跑得快 要不然等伯父攻下洛阳城 到时候就难以分说了 伯父现在是死了亲生儿子 肯定怒火冲天 暂时顾不到我 不过这么一来 到时候也只有我 能继承崔家的家业 毕竟亲伯之吗 万一大将军知道 崔公子遇袭的事跟 那怎么可能呢 这人马都是乔装改办过的 他就算往下查 那 那只能是查出来 是李军的人吗 如若不然 他怎么可能这么怒气冲冲的 就攻下洛阳城呢 若是大将军拷问信王 只怕信王他 就算他盘问出来了 就算他李军 和盘拖出 那也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你想一想 李军 不单单是社稷害死了 他的亲生儿子 又挑拨离间我们博职关系 伯父能信他 你跟了我这么久 能不能长点脑子 是是是 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 再看看风向 也只能如此了 三郎 还 没有了 吃吃吃 饭头 小薇 齐王派人送进来了 还送了好吃的 来 来 大战在即 呼吟你深爱此物 特技之聊一解闷 常言嚼之如碎玲珑 取势若破竹 碾压敌军之口才 帮军顺遂 齐开得胜 入京后 愿童取殿中 聚案大嚼干果及国府 有侧翼后裔 解脱府于君 替我再三拜上崔大将军 小薇 秦王信上说什么了 说 说祝我们齐开得胜 送这些来 就为了八般送个好口彩啊 是 特意麻烦耳朵跑了一趟 就为了送上这么一个 干果的好彩头 他送干果来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 干果还没吃几颗嘴这么硬入 常卫 快吃吧 赵二哥 你怎么了 我可忍不住了 吃气了 崔家军卖了通关 害死了咱们正熙军那么多兄弟 咱们怎么可以又跟他们结盟 一起去攻西长津呢 万一他们又把我们卖了怎么办 就是啊 你说他们万一错后边反了 直接把咱们包围了 我见过崔姨 他不是这样的人 有其父必有其子 他儿子这样做 他爹为什么不能 若崔姨是这样的人 他就不会放我出洛阳城 更不会让我带着我父皇回大营 石其郎 那咱们真的还能相信崔家军吗 枕西军把侧义和后裔 都交给我们了 因为咱们崔家军的兵力更强一些 所以他们把侧义和后裔 全交给咱们了 这个李逆果然胆打包天 他竟不怕我抄了他的后路 把他堵死在西长京城下 阿爹会这么做吗 我相信 那石其郎信 我就信 我也信 我相信你石其郎 那我 我也相信石其郎 赵二哥 你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 谢谢你们相信我 等收复了西长京 我就带大家烤黄羊吃 烤羊就算了 得有酒 对 有酒 干 干 来 干 干 要不是碍着你的面子 这回我早就把他给收拾 爹 你才不会呢 不过 就算我们崔家军和镇西军加起来 比孙靖的守城兵马多 但自古以来 手艺功难 李妮虽然是个混小子 但不像莽撞之人 她是不是在城里 还另有不知 阿爹瞧出来了 其实早在前些时日 李妮就已经派人在城中暗中散布谣言 煽动百姓去哄抢粮食 此时城中人心惶惶 一旦攻城城中街坊 必定会先乱起来 而且我还猜她 芭城安排了放火 或是去太苍抢掠粮食 一旦城中乱了 太苍无粮 那守城的军事 必会挨饿 这样攻击城 自然会容易很多 是吗 怎么 阿爹认为 这样布置不妥吗 李妮看着少年老城 那芭城还有一招布置 而且这一招布置 必是绝杀 光是烧猎太苍 搅乱城中民心 似乎还不算绝杀 其实我也猜测 他肯定还有招绝杀 但这一招 到底布置的是什么 我目前还真猜测不出来 我倒是有点明白 你为什么瞧得上那小子了 爹 人家在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 也没有他胆大缜密啊 虽然当时在营州 和街术大大小小 打了几十仗 他怎么能跟阿爹比呢 他只不过是运气好一些吧 出身帝王之家 不交金 从劳篮关至此 一路征战 赴半壁江山 得万军拥护 其实运气好 就可以一言带之的 阿爹这么夸他 我倒觉得 他配不上我阿爹的 另眼相看 既然他得到我女儿 另眼相看 他自然也值得 我另眼相看 那阿爹 以后不挠他了吧 我只是说 打仗看着还行 想娶我女儿 走嘛 又懒 秦王要攻城了 不是说平良大将军崔姨 夺了东都 这正是秦王的过人之处 他不仅大胆方方的 把东都让给了崔姨 还说服了崔家军 跟自己一起 联手攻打西长京 父亲 您说秦王会成功吗 明面上呢 他是要和崔家军 攻打西长京 可是暗地里 一定另有一番布置 我就不知道 这不只是从何而起 又如何呼应了 相爷 出事了 出事了 秦王攻城了 好些乱民 直奔太仓去了 那些乱民 把太仓给抢了 太仓的守卫 拦也拦不住啊 后来不知怎的 太仓就起火了 太仓又烧又抢的 只怕现在 也胜不下什么了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命人严守门户 是 我娘 你可明白了 原来布置在这儿 对 先是散布城中无良的消息 造成民心恐慌 然后再煽动这些乱民 把太仓给烧了 抢了 这下 城中是真的无良了 连守城的士兵 都要饿着肚子 肯定没有心思守城了 正是 如今梁王早已登基称帝 孙景素来残暴 城中又如此清醒 这西长经啊 是守不住了 妳也叫 numbers 赵 boyfriend 先回夺 какие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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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娘导 jud 娘娘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城中乱民脚裂太糟 只怕李妮叫功成了 阿靖 我不想让你再去打仗 我们走吧 自从我们重逢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一会儿 半辈子就过去了 要不 我也出家 陪你去守城吧 上华 你好好待着 等我站退了李妮之后 回来陪你一块儿饮酒 好 等着你回来 等我回来 我在这里 我去看不得我 你再看不得我 你再看不得我 不得我 你再看不得我 我带你回来 我回来 你再看不得我 你再看不得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速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好 这里 还有这里严加防守 报 他都动 郑雪军和崔家军孤势太猛 四处架设云梯 几个城门都攻城锤中击 我军将士疲惫不堪 此生惨重啊 令 进军后营煞成墙 严守城门 一步都不许退 退者 军阀处置 是 不许退 大嘟嘟 那些乱民竞予士兵动起手来 有的还抢手重用的火妖 请大嘟嘟施下 大嘟嘟 城中乱民 一个不留 统统都杀了 是 大嘟嘟 目前城中已乱 情势危急 大嘟嘟不如提前退走 到同关 再做计较啊 只要守住这几日 我们争败于的大军就会回来的 自然会将这些军和崔家军包抄为教 就用複装动 是 一 SARAH 到连你 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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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这席军功进来了 娘娘 这席军功进来了 静娘 既然我已经与李逆 暗中商量好里应外合 那我们必须要在宫内 也给孙静致命一架 娘娘 你醒醒 来人 如果忘了流年萤花 等回忆碎了沉默 若在你心上的斑驳 那牵扯使我难扯 若过思念不曾遗忘 全面这回到最初一刻 苏名曾有过的温柔 多想为你留着 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 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 沿着记忆的轮廓 等待是我的执着 沿着记忆的轮廓 如果爱记得 为你说的承诺 颠覆了影 我会为你爱着 心愿为了你可舍 一直等着你回应我 如果爱记得 如果爱记得 为你受的承诺 颠覆了影 我会为你爱着 心愿为了你可舍 一直等着你回应我 如果爱记得 你想要命 你可舍进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